Odia Jungle Odia Jungle 以色列空军出动战机 对叙利亚军事基地 进行了二次空袭 叙利亚防空部队拦截了所有十枚导弹 虽然以色列军方秉承一贯的模糊态度 拒绝承认发动了此次袭击 但是在美英法对叙利亚空袭之后 以色列空军屏风作案的行为 还是让全世界捏了一把汗 尤其对在美国空袭中一枪不放的俄军来看 以色列空军这种行为 无异于公开的挑衅 于是在最短时间内 俄军出面发出了强硬的警告 军事专家表示 以色列是美国所有盟友中 最热衷于对叙利亚进行军事打击的国家 这主要是因为 伊朗等国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 是的以色列如作针毡 由于担心伊朗将利用叙利亚 对以色列发动长期渗透作战 以色列国防军对于打击叙利亚境内的伊朗军事目标极为强硬 多次派出战机进行空袭 不久前还有一架F-16被叙利亚击落 此次以色列袭击的两处空军基地 据悉也有大量伊朗军事顾问驻扎 因此成了以色列的眼中钉 但是以色列毕竟国力远逊于美国 俄罗斯能够对美国的稍微侵犯保持克制态度 但是对以色列的亲门踏户却无法淡定 无论是为了维护俄军尊严 还是要安抚盟友叙利亚 俄军方必须要采取果断行动 教训以色列不要得寸进食 而派出轰炸机警告以色列可看作是俄军反击的第一枪 如果以色列依旧不停止对叙利亚空袭的话 未来俄裔两国的摩擦将愈发